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牛斧死了 手下的西凉军逃的逃 降的降 就剩下被牛斧派到前线打猪军的李绝郭寺 还有长安附近的小部分的西凉军 这两个哥们虽然没有像牛斧那么牛 泡过董卓的女儿 但一直以来在西凉军中 他们属于实力派 牛斧死的时候 李绝郭寺并没有在乱军当中 回来的时候就发现牛斧已经彻底完蛋了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李绝郭寺他们一和解 哎呀 现在大领导都死光了 那什么 还是保命重要吧现在 要不这么地 派个人带上降书去朝廷找王允 请王大人赦免自己呗 最好王大人下个特赦令 让咱们这一帮可怜虫 又重新做人的机会呗 哎 其实这一次 不但是他们的机会 也是王允的机会 如果王允能够认清形势 迅速做出判断 那么长安的局势 还是可以控制住的 脑子稍微清醒一点 就知道只要把李绝郭寺这一帮西凉军控制好了 王允在长安城当中的威势就无人能挡了 可问题是王允这哥们就没这个能力 做的事情恰恰相反 王允在长安城里听说牛夫死了 正高兴着呢 看到李绝这些小虾米写来一份详书 那是压根没放在眼里啊 哟 赦免你们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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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就回了 一岁不可再设 什么意思呢 一岁指的就是一年嘛 王允的意思就是 一年之内不可能有两次大赦天下的机会了 李绝你是谁啊 听都没听过 朝廷有可能为你网开一面 搞个特例吗 哇 这话一出 那真是原则的要命啊 没错 那也是要了王允的命的 李绝他们听到这个答复以后 原本忐忑不安的心 那就更害怕了 这几个家伙 虽然现在人还在军营里 手里还拿着军队的指挥棒 但是心里一害怕 就惊慌失措 感觉走投无路了 什么都不敢做了 他们蹲在一起一和解 哎呀那什么 要不咱们把队伍给散了吧 反正之前在影川陈流那儿 抢了不少好东西 也够自己回到西凉安家的了 如果真的等到王允王大人 派人来抓自己 那那什么 这一切都会成为泡影啊 别想这么多了 赶紧逃离现场 躲得远远的去 那就对了 哎 如果真按照李绝这个时候的想法 集体解散当逃犯 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哎 可能您会说 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小人物啊 呃 怎么说呢 您答对了一半 是出现了一个人 但绝对不是小人物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贾许 这个许字呢 就是言字边加个羽毛的羽 贾许字文和 文章的文 和气的和 是五威人 武术的武 威风的威 这个地方还在 就是今天甘肃省五威市 后来有人说 贾许是三国第一聪明人 既善谋国又善谋身呢 当然了 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 或许应该说 贾许是三国最聪明的人之一 因为按照历史记载来看 贾许这一辈子啊 主要的聪明是在谋身 你想在三国这么一个乱世里 最后他能做到寿终正寝 以高寿安然去世 那是确实不容易的 可能有朋友问了 这么一个聪明人 为什么在董卓的军中混呢 道理很简单嘛 当时的五威 那就属于西凉地界 所以贾许就是个西凉人 他出身于当地的名家 年轻的时候嘛 看上去也是一般般 没什么名气 看不出他有多聪明 只不过当地有个梁州名士 叫严忠的 非常看好他 说他有张良陈平的套略 这个严忠 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 之前曾经为您讲过 韩岁马腾他们在西凉造反 先是裹挟了一个叫王国的人 结果呢 这个王国呢 不太顶用 很快就报销了 等他一死 下一个被韩岁马腾 推举上来的贡主 就是这个严忠了 当时看中的 也是严忠在当地的话语权 因为他在当地实在是太有名了 哦 这么一个有名的人 推举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小伙子 可见贾许此人 确实是肚中有才呀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的时候 正是聪明人一茬一茬的冒起来的时候 那这个贾许和其他的聪明人 有什么不同呢 他呀 除了聪明 反应还特别快 随机应变的能力超强的 他长大以后被举为孝联 到朝廷担任狼官 到朝廷一看 哟 当时是宦官当道 而且外戚虎视眈眈 这整个就是一个是非之地呀 这个大染缸啊 你要跳进去 就甭想着出来了 即便你勉勉强强爬出来 身上估计早就已经被弄脏了 所以呀 此处非九流之地呀 贾许很快找了个借口 说自己啊 生病了 扛不住朝廷的重任 得辞官回家 其实这就是个借口嘛 年纪轻轻的 你生什么病呀 哥一般年轻人 能到朝廷里当官 那是赖着都不走了 可贾许不是 他一看不妥 立刻走人 回家的道路上 还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路上啊 已经很多乱匪了 贾许跟着几十个人 一起回西凉老家 人多可以壮胆吗 没想到走到一半道 一伙叛乱的枪人 把他们给围住了 当时的枪人 对汉人呢 是恨之入骨啊 只要听到你说汉人的话 或是长着汉人的面孔 抓住就杀了 眼瞅着 这个三国聪明人贾许 就要不明不白地 死于野外了 人家贾许就是不慌 从容淡定 不动声色 问了一句 你等可知在下是谁吗 那些枪人一看 哟 小伙子得瑟得很啊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谁啊你啊 贾许这个时候就说了 无奈断炬 断太尉的外甥 你们别杀我 我家族很快就会用重金来赎我的 贾许这个时候所说到的断太尉 就是我们之前为您说过的 在边疆地区赫赫有名的 梁州三名之一的断炬 枪人一听断炬的名字 大惊失色呀 因为断炬这个时候啊 正在西梁凭枪乱 威震边垂呀 要知道 断炬的手腕可硬得很 绝对不是软蛋呢 对叛乱的枪人 向来只有一个词 斩尽杀绝 甚至还放出话来 要吃他们的肉 喝他们的血 对于枪人来说 这断炬就是一个生生的火炎王 现在眼前这小子 原来是断炬的外甥 今儿个真是要杀了他 传到断炬呢 他非追杀到底不可 跑到天边都没用的 到那时候 就因为这个臭小子 害得我们家族都被灭掉了 那就得不偿失咯 要说啊 这边疆的枪人呢 线条还是很粗的 脑子也很单纯 哦 这个人既然不能杀呀 不能杀 那就好好的供着呗 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然后呢 还客客气气的和贾许蒙约 最后呢 小心翼翼的把他送走了 至于其他和贾许一起走 那几十个人 运气就没那么好咯 统统被枪人杀了个精光 可能您会问了 哎 没听说过 这贾许是断炬的外甥啊 哼 其实啊 这两个人还真就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这个贾许啊 人就算准了枪人胆子小 不敢得罪这个梁州三名之一的断炬的 所以啊 我就把他的名头给搬出来 看吓不吓得死你们 哎 最后还成功了 救了自己一命 哎 贾许的聪明 牛死可见一斑了 史书里说 贾许这一类的事情啊 做的还真不牢少的 而且 每一次做了都有奇效 在这里啊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不一一为您说了 辗转到最后 贾许回到西梁 投入了当时西梁老大董卓的帐下 被分配到李绝的营里 跟着李绝他们东奔西走 现在看到李绝郭四他们 对到底是走还是想 犹豫不决的时候 贾许就挺身而出 说了他自己的意见 不用说了 这个聪明人出的主意 当然是非常清醒 有过人之处的了 贾许这个时候呢 在李绝的营里 担任陶鲁教卫 这次挺身而出 为李绝出主意 也许有人说 他这事犯了一个大错误 为什么要帮李绝他们呢 如果你不出来出主意 可能历史就没有变得这么复杂了 好不好 但问题是我们不是贾许啊 从他的立场来说 其实他在很聪明的自救啊 这个时候的贾许和李绝他们 是拴在同一根绳上的骂障 李绝他们完蛋了 自己也跟着就完了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嘛 设身处地想一想 其实不难理解的 贾许对李绝他们说 我听说长安城内 正打算把梁州人斩尽杀绝 将军若是打算解散军队 卷起包袱单独逃跑 身边什么人都没有 那么往西的道路上 小小的一个亭长 就可以把您抓获 所以在下认为 自动放弃军队 乃是天下最蠢的做法 最有前途的做法 就是引军向西 并沿途收拢残兵 联合留守关中的梁州余部 杀到长安去 为董太师报仇 若是成了 咱们就可以控制皇帝 号令天下 若事情不遂 做杂了 到那个时候 将军在考虑走人 也为时不晚 这一番话 算是直接戳到了 李绝和郭四的痛处了 他们怕的就是朝廷 不赦免自己嘛 所以听完这番话 李绝他们就直拍大腿呀 他牢牢的太有道理了 你瞅瞅 真是这脑子一不够用 真是要人命啊 必须立刻调整思路 彻底抛弃 逃跑主义思想 当场盟事 与王云拼杀到底 李国二人立刻整理军队 带上手下剩下的几千人 呼啦啦的就向长安进军了 为了让自己的行动 看上去更加的名正言顺 赢得更多的支持 李绝还派人到处散发传言说 是朝廷不赦免我们的 我们当然要拼死赢回一个尊严 如果攻克长安 则可得天下 攻不下 弟兄们 我们就可以抢夺妇女财物 西归故乡 至少可以保命啊 这种说法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 那简直就是恶后 根本就是流氓信心嘛 但对于西梁军来说 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现在咱们西梁人打仗 不再是为了荣华富贵 升官发财了 那就是为了一个念想 活下去 朝廷不让咱们活 我们自己想办法活 这个时候的西梁军啊 大多数都已经被打散了 少的三五成群 多的几百一千人 成群结队的往故乡走呢 李确他们就靠这种说法 一路走 一路宣传 一路收拢这些被打散的西梁兵 原先董卓手下的部将 像是樊仇啊 张继啊 王芳啊 李萌啊 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也纷纷加入进来 和李确他们煞血为盟 就这样 李确他们一路走 一路收人 等冲到长安城下的时候 队伍已经超过十万人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王允那儿了 王允也很明白 这帮子的西梁兵 个个如狼似虎的 真要让他们攻打长安城 后果相当严重啊 而他自己呢 虽然号称手上 拿着全国最大的功章 但实际上 手底下却一个兵都没有 如果西梁兵真的来玩命了 恐怕王允真是死路一条了 所以王允这个时候觉得 算了 还是和解比较好嘛 要能动嘴的话 那千万别动手 大家都是斯文人 对不对 那派谁去和解呢 王允还是比较清醒的 能说服城下的那些西梁兵的 当然只有他们的西梁老乡咯 王允找来的是 当时在梁州最有名望的两个人 一个叫胡文才 一个叫杨整修 如果这事处理得好嘛 王允说不定还真能化解这个难题 可我们也说过了 自从王允当上实际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 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他老觉得连董卓这么残暴的人都被自己搞定了 自己的水平实在牛的不是一般人了 那简直就是九天神仙下凡尘了 所以他的态度就硬起来了 不管和谁在一起 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 哎 权力这个东西啊 真是害死人呢 拿到大权而心性不变的人 数遍中国历史 真是屈指可数 少得可怜哦 王允很不幸 就不在其中之列 哎 而且吧 这种态度改变呢 是不可逆的 一旦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利 并且因为这种权利改变了态度 形成以后 就很难改回来了 所以 王允对胡文才他们 仍是抱着这一种 眼睛往下看的姿态 胡文才他们是什么人呢 是梁州一代的名士啊 什么叫名士啊 名士就是 有理由他们会牛 没理由他们也很牛 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 文人相亲 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所以 当他们来了 一看王允那副叉叉像 心里已经大大不爽了 王允招呼他们坐下以后 还板着那张领导的脸 对他们说 关东蜀子 欲合为也 清忘乎之 啥意思啊 就是说 关东过来那几个蜀辈 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们过去帮我 把他们给叫过来 那两个名士一听 气不打一处来啊 哈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是你手下的丫鬟啊 叫我前往呼之 你王允谁啊你啊 好了 从王允那出来以后 他们立刻去找李绝了 到了李绝的营中 不但不为王允说好话 还直接当了李绝他们的向导了 叫说他们应该如何壮大力量 好早日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王允老家伙给做掉 于是 这李绝他们就更加如虎天意了 很快就把长安城死死地围住了 当然了 长安是西汉的故都 城防还是很坚固的 李绝他们虽然人多势众 虽然战斗力超强 可是 西良兵以往打的 都是骑在马上的游击战 对于工程战 是一点心得都没有的 手上连工程器械都不多 所以 对城高强厚的长安城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再加上城里粮草又多 守城的士兵呢 心里一点都不慌 于是一来二去 双方就僵着了 你供不进来 我也不乐意出去 李绝他们挠破了头皮 也没想出办法来 只好先这么给围着 城里的王允吕布他们 也是很放松的 料想这帮鼠辈 都是梁州兵当中的 下级军官而已 弄不出什么花花草草来的 过几天 等他们军粮吃没了 自己也就崩溃了 到时候 开了城门杀出去 我们就真的可以把你 嘿嘿嘿了 听说明年大阪网 都没发生了 和你 可以叫他